我们的意念是什么 意念是只分别执着 所以分别执着 称之为意念 意念决定了一切 意念清净 净土现前 意念染无 惠土现前 意念要是善 三善到现前 意念要是无 三窝到现前 就这么会死 没有意念就没有六道轮回 也没有十法界 所以古无大得了 像永家真道过上说的 梦里明明有六曲 绝后空空无大见 不但六道是梦 是梦见 十法界也是梦见 真正行物过来 绝无了 只有一真法界 祝佛如来的 是宝庄言徒 那叫一真法界 这个里面 境界永远没有变化 真的是不散不灭 在远古的时代 在远古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小臣其极 在现在这个时代 民主自由开放 大臣其极 因为大臣是开放的 小臣是保守的 这是七何时代人的根基 那么经里面 最重要的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法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一般大臣经上 也有说道 但是不详细 大臣经经里面说的是 这是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无明不绝生三细 境界为远找六处 这是用这个方法来讲 讲的没错 一点都不错 一念不绝 这叫无始无明 所以无始无明 让我们学习初学的人 产生很严重的误会 我们初学的时候也是一样 以为无始大概是很久了 找不到开始了 这叫做无始 其实我们意思全讲错了 不是这个意思 无始很简单 没有开始 可这个意思深了 怎么没有开始 真没有开始 你说我们看到 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 叶坛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你怎么能找到他开始 他是有开始 但是你想要开始 他已经没有了 这是个什么现象呢 生灭同始 所以说这个无始 无始真的 真实意见 生灭同始 不生不灭 都是说这个现象 如果没有这个现象 说不生不灭 那就毫无意义 有生灭 生灭就是不生灭 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不二 这就玄了 就玄门了 宇宙源起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量子力学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 宇宙怎么形成的 实际上就是一刹那之间 这一念不缺 这一念没有理由 为什么会有这一念 如果这一念有理由 他真的有一念 一念没有理由 妄念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追究他就错了 你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 不就跟错了 不用起心动念 四十真相就摆在那里面前 真相大本 所以为什么迷了 你要找他的原因就迷了 越迷越深 是这个道理讲的微妙微喜 不准你思考 一起心一动念 你迷了 你要再去分别它 那你迷得更深 如果还有职者念它 那更深 所以佛跟我讲 这世界假的 不是真的 不如经常讲的 一切有迷法 如梦幻泡影 什么叫有迷法呢 有迷法就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法 是有迷法 你看看 宇宙之间 哪一法不是有迷法 动物 有生老病死 这有迷法了 植物 有生住一灭 矿物 星球 有沉住坏空 所以 大自然里面的现象 没有一样 不是有迷法 既然是有迷法了 它就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现在我们知道 这现象怎么来的呢 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 是意识 就是念头 念头 累积 连续的这个现象 就变成物质现象 一个念头 你没办法 你不能够觉察它 所以叫无事无名 但是 这个无事无名 累积 它就 你就能看得见 能发现它了 它就变成物质现象 所有一些现象 全是它变的 为什么变得这么多呢 它波动的频率不一样 频率慢的 就变成固体 变成石头 变成物质 频率稍微快一点 变成植物 再快一点 变成动物 频率不相同 除了 这个意念累积之外 没有东西 意念本身也不存在 所以说万法皆空 说明这个道理 现在的科学 逐渐逐渐 跟佛教的时候 接近了 佛教里面讲 一念不觉 这是无名 因为不觉 出现了一个阿赖 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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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妄心 就是一念不觉 从真心变形出一个妄心 然后真心迷了 妄心当家作主了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法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 从妄心变形出来的 但是妄心 它能变 这一切法的时候 是所变 是法界一真壮严 是所变 那是法界一争从哪里来 那是真心限 就真心 能限 能生能限 不会变 一真法界不变 就是讲 诸佛如来的 十报专严度 那是无事无名变现的 里头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我们的意念是什么 意念是只分别执着 所以分别执着 称之为意念 意念决定了 一切 意念清净 净突先前 意念染无 惠突先前 意念要是善 三善到先前 意念要是窝 三窝到先前 就怎么会死 没有意念 就没有六道轮回 也没有舍法界 所以古无大得了 像勇家真道过上说的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见 不但六道是梦 是梦境 这个这个 这个 是法界 也是梦境 真正形物过来 觉悟了 只有一真法界 祝佛如来的 舍暴转眼图 那叫一真法界 这个里面 境界 永远没有变化 真的是 不生 不灭 可是他是不是真的 也不是 也还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舍暴转也不例外 舍暴转到什么时候 没有了呢 到无始无明的吸气 断干净了 就没有了 只要有一点点吸气 他就存在 一点吸气都没有了 他就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回归长级光 所以今天呢 这个科学家发现 他说我们的宇宙 我们现在 能够观察到的 能够理解 理解的 是整个宇宙的 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宇宙 不见了 究竟到哪里去了 那用佛教的时候 那个十分之九的宇宙 就回归长级光 回归自信 那回归自信 起不起作用呢 起作用 在理论上讲起作用 为什么 自信里面的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自信里面有智慧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得能 圆满的想好 只是他没有远 他不信 社学院里都讲 隐信 一念不觉是他的语言 他就信出来 这一念不觉没有的话 他不信 不信不能说他没有 信不能说他有 那个有是患有 不是真有 所以 无论信于不信 佛于法身菩萨 他怎么对待呢 不起心不动念 起心动念上前面有 注意想想 拉来的分别之主 这是 佛菩萨 用我们的话来说 他们的用心 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真正学佛 是学什么 六根 借出六成经济 不起心不动念 也学佛 佛是如此 没起心动念过 可是 起心动念呢 很不容易 你说不起心不动太难了 啊 修行真有功夫的人 偶尔 会有短暂的这种现象 啊 心地真正清净 啊 这个功夫 短暂先前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 佛 佛